刚才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诗 念出来听听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 一起走在大街上 未来真的不知道会有多长 只要他活着一天 他就像这样牵着他的小手走一天 陶乐乐以为男人听到这首诗会有些什么反应 结果竟是男人直愣愣地站在哪 看着他 这晴天白日的又是在大马路上 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半天之后 他瞥着嘴须瞪了他一眼说 喂 我刚才在对你表白 你听完不表示点什么吗 你们女人都很喜欢这样文艺地表达对一个男人的心意吗 怎么 有人用这首诗向你表白过吗 高中的时候 有收到过这样子的情书 然后呢 没什么然后 你不会是把情书交给老师了吧 嗯 怎么看 都感觉他像是会做出这样事的人 闷骚又蔫坏的 嗯 有过那个想法 但是没有做 为什么 他老师送就很烦 后来呢 就威胁他说 如果再送就给老师 然后他听了就没有再送了 我还以为依你的性子会直接送给老师呢 唉 说不定他坚持下去 你们最后就会有什么结果了呢 真是傻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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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